大家好,我是好男人 今天的影片比較不太一樣 我今天不太想待在家裡 所以說今天我想要出去走一走 待太久了,然後每天在家裡 對著攝影機這樣子吼,我覺得有點蠢 今天我也沒有戴帽子 純粹只是為了證明我不是禿頭吧 今天出來走一走吧 就順便來討論一下 男人為什麼會劈腿 男人劈腿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你如果要去找那種學術性的東西的話 你今天可以就是隨便去Youtube其他影片找找看 首先我們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男人的老二 老二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東西 神在賜給男人老二的時候 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怎麼用 也沒有說明書 然後也沒有周距之類的 我們可以去Costco退貨 拿到老二之後 我們就只能照著自己的意識去用 我曾經聽過一個想法就是劈腿這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 為什麼男人還是照樣去做 打開冰箱之後裡面有一罐牛奶 那個保存日期是3號就過期了 然後今天26號 你明明知道那個牛奶壞掉了 我也知道這個牛奶壞掉了 但是我們看了日期之後 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麼 就是打開瓶蓋然後 聞一下那個壞掉的牛奶 就跟劈腿一樣 就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壞的 直到我最近看到的這個理論 這個理論呢 徹底的顛覆了這個想法 有很多理論是說 男人是為了性愛而活的 男人劈腿其實是為了女人底下那個洞 我在這邊為所有男人聲明 這個東西是不真實 不肯定 而且絕對100%不正確的 男人會劈腿真正的原因 不是因為女生下面那個洞 而是為了老二的 放心我不是要講同性戀的話題 而且我也不在櫃子裡 我沒有要出來 我們先想想看 女人常常跟男人吵架的時候 他們常常用的話題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管好你下面那一根啊 管好我們下面那一根 沒問題啊 其實還蠻簡單的 只要是男人其實都做得到 管好自己的老二 不要讓他露出來之類的 這種基本嘗試 大家應該大家都會吧 但是問題就來囉 問題現在出現囉 如果那一根老二是 硬起來的老二 那該怎麼辦呢 現在我們就有個問題所在了對不對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你到老二硬起來的時候 只有一件事可以解決的 你懂嗎 當男人老二硬起來的時候 OK 我們大家先冷靜一下 這種事情做下來講或許會比較好 必須要知道的一點就是 思考邏輯跟硬起來的老二 是不能平行的 當老二硬起來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告訴他做什麼 是他們告訴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我不相信我是唯一的一個 就是開過很遠的車 或坐很久的車子 只是為了去找一個 可能打炮的機會 聽到關鍵詞了嗎 可能 也就是說到那個地方之後 你不一定能打到炮 例如從Arcadia開到Ontario 還有從台北坐車做到新竹過 你想想看 如果當時我的思考邏輯是正確的話 我可能會做出這種事嗎 大家都知道生孩子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唯一能怪罪的就是 你那天晚上沒有拔出來 相信所有男人都知道 不拔出來的話可能就會懷孕 懷孕的話就有可能會有小孩 有小孩的話可能有散養費 不然就是要結婚 你覺得有幾個思考邏輯正確的男人 會把接下來的18年都堵在那一個晚上 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當時機機是硬的 而且是那個機機告訴他這麼做的 就跟我當時從台北坐到新竹一樣 並不是因為我思考邏輯正確 是因為我當時機機是硬的 現在或許在監獄裡面 有一個男的正在強姦另外一個男的 你覺得他還有任何思考邏輯嗎 真正的事實就是 男人劈腿 因為我們沒辦法控制硬的機機 所以女人們如果你被劈腿的話 那你開始抓狂 然後開始要跟男生吵架之前 你必須先想想 我們其實才是真的受害者 機機可能沒有對你做什麼 可能還讓你爽到了 但是非常有可能是毀了我們一生的 總而言之我今天想表達就是 硬的老二是不可能被控制的 所以男人們 如果你下次被抓到的話 你就誠實的跟他們講 我老二叫我這麼做的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如果你有什麼東西想討論 或是想建議的話 請在底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 請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以上的東西都不會做的話 請問你的兒子或女兒 然後叫他幫你弄一下 我是好男人 我們下次見 請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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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